大家好,我是Bobby 大提琴是屬於提琴家族的成員 除了它之外,還會有小提琴、中提琴和低音大提琴 除了體型上,它會比小提琴大之外 它的音域也會比較低音 至於演奏的方法也和小提琴一樣 就是按手指,總之功一拉,就可以發聲了 大家會在西洋的古典樂和中國的民族樂 都會看到大提琴這個樂器 無論是小人的合奏也好 或者是大樂隊也好,都會看到它的出現 究竟大提琴在西洋的古典樂裏做了什麼呢? 那在中國的民族樂裏面,大提琴又在做什麼呢? 但是無論在中樂還是西樂裏面 大提琴都可以作為一件獨奏的樂器 給大家聽幾句 在GameHat 任何 HOW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